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私房茶老江相求 有兴趣的朋友 稍稍恶为马 独报的时间 华尔街日报 很多媒体都报道了 挪威的作家 约恩·胡舍 龙霍诺贝尔文学家 以极简主义风格而组成 美国之音 他是这么说的 为无声者说话 挪威作家胡舍 龙霍2023年年度的 诺贝尔文学奖 当然他64岁 那么CNN又说过了 这一次没有办法 他得了奖 没有办法平息 外界对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 过于专注 欧洲作家 比较容易忽略 世界其他地方作家的成就 男性也比较容易得到青睐 过去120位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中只有17位 是女性作家 中国的作家残血 这一次还是陪玩 法广 拜登准备的11月份的加州 跟习近平举行面对面的会谈 这是华盛顿邮报的一个说法 美国高级官员的报道 已经在制定拜登和国家主席 习近平11月份的旧金山 举行会议的计划 希望能够稳定世界上 两个最强大国家之间的关系 确定将会有一次会议 正在进行规划 但是呢 这个会议呢 拜登有强烈的意愿 那么中方也想这么做 德国之声也是谈到了 拜席会11月份登场 美国官员说 已经开始筹备 那这个是华盛顿时报 还有路透社都有这个报道 那么中国的驻美大使馆 以及白宫方面 没有回应相关的报道 当然双方也有很多的分歧 国家安全部9月初发布了文章说 拜席会能有变数 因为美国还没有拿出足够的诚意 好了 美国之音 美国参议院代表团讲访问中国 国会外交领袖说 要建立美国价值观为框架的 沟通自为重要 什么价值观再说 沟通自为重要才是重点 这是舒默的一个表达 华尔街日报 谈到这比亚迪现象 中国的比亚迪 如何成长为特斯拉最大的威胁 几年前中国汽车制造商 比亚迪的创始人 还担心公司可能无法生存下去 但是现在比亚迪有望取代特斯拉 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的销售商 这是中国另外一个优势 好了 汽车还行 但是呢 房地产有压力 华尔街日报说 中国修复房地产市场的压力 是越来越大 尤其是恒大爆雷之后 要采取更有力的干预措施 才恢复人们对不断下滑的房地产市场的信心 新岛日报报道 国庆假期期间 哈尔滨有13个房企地方 房地产企业组团到南京来卖楼 成交 捧铃 这个呢 没有人买 无人问津 对这13家房企的悲惨的遭遇 很多网友表示同情 有网友质疑 南京的楼市就不景气 是卖房的人傻还是卖房的人把别人当傻瓜 好了 德国之声 德国媒体说中国的经济政策或开始重返实用主义 这网信办呢 有一个特点 有一些朋友都注意到 有关数据的跨境流动的法规 再征求意见 明显放宽了之前准备收紧的数据跨境流动的法规 德国的商报认为 这可能是中国经济政策重返实用主义的一个信号 当然对这个问题 欧洲美洲美国欧洲美国的国家 一些代表一些企业 对这个最新公告还心存怀疑 心存怀疑 法广谈的不是数据的问题 美国国防部的高官 也就是印太事务助理部长拉特纳 10月5号的参加智库活动时候表示 美国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印太地区的行为同时 继续全面致力于在印太地区的一体化威慑的战略 他在参加战略以国际研究中心的年度的中文力量代辩论的一个研讨会 他认为中国跟美国国防部的保持畅通的沟通 还是兴趣缺缺 那么这里面他能够呼吁 两官有最高的防御官员之间 要有实行实质性的对话 他的未来十年 美国的印太地区的投资和部署 增加他们的坐在优势 谈到了大陆封锁台湾 他认为封锁台湾的升级的风险极高 就封锁而言 当考虑这些问题是 北京的成本要非常高 风险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高 他说这是我的观点 也是五角打楼的观点 英国BBC有一个专题 头版头条 北京是如何用灰色地带战术威胁台湾 就是军机军舰烙台 打破世界 打破这个历史记录 9月会 那么这是中国的战争游戏的最新的升级 北京的军事行动没有升级为入侵 而是停留在灰色地带 就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战术 那么这里面就谈到了 台湾还是东亚地区一个潜在的火药库 北京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灰色地带的战术 就是利用长时间 长时间渐渐削烈对手 这是中南海试图对台湾做的事情 测试台湾的防卫能力 国际的支持度 多数的分析认为台湾的军队是一直在缩边的陆军 寡不敌重的海军和老化的炮兵 但没有像空军 那么这里面他就讲到在南海也是采取这个措施 那么这个灰色地带的战术会不会升级呢 他也认为未来几个月当然处理这个问题很小心 反应过度可能会给民进党助选 新加坡这两天的举行跟亚洲前瞻的一个峰会 那么李显龙表示 一个中国不是善乐对垒的问题 他呼吁各国不要把中国的问题看成是民主与专制的对垒 而且要为中美关系降温 他认为如果看成是善和恶的问题 导致危险的结果 那么他认为俄战争会导致台湾爆发战争的联想 他说乌克兰是联合国成员国 台湾如果类比乌克兰 他认为这个来讲可能是一个国际认知的根本基础 被改变后果很危险 现在的心理代河媒体的认知中 一个中国问题变成了民主和专制的对立 这个趋势很危险 他提醒大家注意 非常危险 现在在搞中美撞击 你以为就会这样了事吗 他认为不可能 所以他觉得中国可能也感受到 全世界在联合联合节对付他 同时也讲到了习近平和拜登 有责任改善中美之间的关系 等等很多之间 同时呢 李显龙也表示 东南亚不因为中美竞争而分裂为两大阵营 东南亚仍然是一体化 建议各国努力和中国美国保持良好关系 这个前景并非一片灰暗 去风险可以理解 去风险是有风险和代价 可能导致分叉 后果不仅仅是经济上 所以总的来讲 他们认为东南亚有自己的问题 但是不会因为中美两国关系 就分成两大阵营 联合早报 马英九也参加了 这次亚洲钱章峰会 他呼吁两岸在借助新加坡进行对话 像孤王会谈 还有马英九跟习近平的历史性的会见 李显龙说新加坡热意提供场地和茶水 热意场地和茶水 好了 亚洲最后电台注意到了 今年中国偷渡 美国的人数升了九倍 到了一万八千人 美国参议员担心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这个跟2022年的两千多人 2021年的四百五十人相比 到了一万多了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单身的人士 他们担心这里面可能有什么打掩护之类的东西 亚洲自由电台谈到中国网络自由连续第九年全球包围 那有人说中国的数位的控制技术远远超过其他的国家 这方面包围 外国人当然他们有自己的看法 全球网络自由度最高的国家 他是冰岛 爱塞尼亚 加拿大 哥斯达利加 台湾处于 第六第七位 那么最低的是 中国缅甸 伊朗 古巴 还有俄罗斯 是 好了 顺便谈一下香港的问题 香港前财务师 也就是副卫集团的主席马什亨 他认为香港的经济大泼冷水 推动业势 做比不做好 对实体经济帮助有限 香港的今年的八月底 财政储备已经降为6986亿港元 只足够未来一年的开支 卖地成绩不如想 股票成交额大跌 明年的压力非常大 港府呢 对疫情经济复苏过意热观 目前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已经被新加坡所取代 加上香港的国际市场的定位模糊 土地价格持续下滑 影响了库房的收入 香港现在是被动挨打的状态 所以呢 以前呢 要背靠祖国 现在祖国自己有很多问题 没得背 祖国也不一定背得住 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 外资撤出了香港的比例比较大 虽然有集资 现在的集资不是机构投资 而是朋友自己互相支持 是统帅滚统于 香港的经济 明年的房价还要再跌10%到15% 好了 这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首先第一 诺贝尔文学奖在这个亚洲作家 四肢交臂 中国的女作家 残血虽然持续被看好 但这一次还是落空 过两天 还有个奖项 诺贝尔和平奖花落谁家 真的会是泽连斯基吗 比尔 为了习败的问题的披露 越来越接近正面 中美观双方都有缓和改善关系的 现实需求 坐下来谈总比比尔不见好 未必能一揽之解决说问题 对中美关系 势必有利多的因素 对于2023年习败会的顺利成型 我们给予乐观的期待 第三 恒大爆雷的另一个效应 中国政府真的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需要采取更有利的干预措施 以恢复人们对不断下滑的房地产市场的信心 哈尔滨的南京销售房子成交而为 连不是偶然 市场酝酿和担心的多米洛骨牌效应 不容忽视 第四 李显龙呼吁中美持续对话 高度关注台海局势的危险性持续增加 台海两岸当局能不能重新回复对话 新加坡乐意继续扮演提供场地和茶水的角色 说明他很清楚自己在政治斡旋化解危机的位置 对话的呼吁声音其实是对危机持续增集的担心焦虑的另外一种下意识的反应 第五 香港经济危机加重加深 已经充分显示现有的政治治理模式的切线和短板 关键在不仅仅是信心不足 而是长期存在经济结构性问题 没有找到确实的解决之道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经济地位的功能萎缩 显而易见 从今往后再也难以跟新加坡合奏双层曲的合奏曲 言音不言而语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您知道 但是用勾的自我来玩的自我来玩的又来玩elf 让我看来玩一つ 咯 不刺